天時暑熱出街,有人會自備飲品消暑 不過這類自製飲品,拿出街飲整天又是否安全呢? 我們日前測試過三種自製飲品 分別利用新鮮檸檬、青瓜和薄荷葉,沖入一公升凍水 浸了二、四和六個小時後,檢測三款飲品的大腸桿菌群 和釋出的除害劑、綠青菊子的濃度 結果顯示檸檬水浸了兩個小時後,大腸桿菌群 每毫升超過三百個菌落形成單位 如果浸了六個小時,更加接近每毫升四萬個菌落形成單位 分別達食物安全中心標準的臨界點 和不理想上限的三點八倍 將青瓜或薄荷葉放在水道浸得越久,大腸桿菌群越多 結果都與檸檬相近 兩個小時已經可以去到很高峰 變成比較臨界點 即是那個數目 所以最好就是在這些情況下,即沖即飲 不要留任何渣載或泡泡物件 在水中繼續浸下去 不然不然將那些有毒的物質和細菌 就會慢慢地溢出來,慢慢地生長 至於綠青菊子濃度三款蔬果浸了水之後 雖然無消出法定上限,但浸的時間越久 綠青菊子濃度越高,專家說一樣有危險 我們看它的標準是味道 但並不代表它安全 這些溶脂的殺蟲劑就會慢慢累積在我們身體裡 我們就叫做生物累積 生物累積 我們即時喝了之後,我們不會即時有毒性 但如果假如時日,即每一天或每一年去喝 毒性慢慢在我們的身體累積 累積到某一個濃度,就會變成毒性 就會殘害我們的身體 如果殘害這些毒性,可能隨時會變成一些致癌物 或者會令到我們的細胞會變成病變,會變成癌細胞 食安中心說,在一百年至今年六月 有一個通菜樣本的綠青菊子殘餘量超標 這段時間,食安中心共抽取超過四萬八千三百個蔬果樣本 做除害劑殘餘測試 其中六十四個樣本超標,合格率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東網記者,隨其輝部 東網想你看,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天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 盟取豐富獎賞